憑我自己的記憶 當年對中央基本上是一個不單止溫和 第一要有基層 第二要追求民主 對中央是一個又傾又砌的關係 我們很好奇 今時今日香港政治發展 有泛民、本土 這些全部都出來了 在議會上各種政治行為藝術 到議會外面的所謂社會行動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叫做溫和 我想問 又傾又砌 這個砌是否包括現在激進的民主人士 所從事的政治行動 議會內外也是 包括拉布 訂污髒的東西也是 你怎樣理解 又傾又砌是一個策略 當你跟別人博弈時 你用甚麼基本策略 我就說又傾又砌 其實又傾又砌 就是可以說 簡單的形容是甚麼 我今天跟你這樣聊天 我是談還是砌 當然一般港會來聊天是談 談的時候 大家哺哩哩哩哩罵到面紅或面綠 甚至泡來泡台離台走人 這個是談還是砌 所以我們在砌裡面可以有砌 回到砌之中 其實一樣可以有砌 譬如請願抗議 我們遲到房屋署,甚至佔領房屋署 怎樣搞房屋問題的時候 目的是什麼呢? 要逼到房屋署長級的人跟我們坐下來談 究竟這個問題是怎樣解決 當署長說我們跟你談 甚至找總經理跟你談 當可以跟我們談的時候 於是我們爭取談的一件事 於是我們覺得這個砌就是為了談 所以你說,砌和砌是 砌裏面有砌,砌裏面有砌 其實就是你運用傾同砌那種所謂技術或藝術 你回頭看小的社區 大的大到國家與國家之間 你說北韓和美國是否有傾同砌呢? 一時又坐在一起談,一時又射飛彈 一時又握手 中國和美國是否有傾同砌呢? 當然這段時間你可以說它砌的多 但現在中國不時都還說 是否大家回來坐下來談呢? 所以這些傾同砌是一種按照不同的情況之下 你怎樣運用的一個技巧 所以我覺得傾同砌是沒有說 究竟你的形式是怎樣的 主於你說去到現在有些人用的方法 去到一個很激的情況 激到可能是暴力的情形出現 這個與有傾又有無關係呢? 在我的角度,又傾又傾就沒有說究竟是和平還是不和平 暴力還是不暴力 當然我會覺得在我們說又傾又傾的時候 80年代的 那時不是叫民主派 那時我們是叫做壓力團體之類的 我們還多幾個 我們的態度基本上是用和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這個就是運用我們一些策略 就是應對無論是當時的殖民地政府 就是英治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談基本法 我們都會用和理非的態度去處理 所以和理非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當然非暴力的時候 我們不會用暴力的方式去處理這些事件 當然